資本逃脫家劇 中共3月外匯存底下跌 中國服務業活動出現近年最大跌風 畢迪沙特港交所首季IPO金額跌出國際前五 重量在馬里烏波爾關鍵工廠遇襲受損 多重風險籠罩世界經濟 大國衝突可能性增加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8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在地緣衝突與防疫封城等多重壓力的影響下 北京政府的外匯規模再度顯著縮水 根據中共外匯管理局4月7日發布的數據 自至2022年3月底 中國的外匯存底規模較2月底縮減250億美元 跌幅達到0.8% 對此外匯管理局解釋稱 由於受到多重複雜因素影響 美元指數上升 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下跌 這是導致中方3月外匯存底規模下跌的原因 不過外界指出 中國市場現在面臨的資金外途現象 可能是外匯規模快速縮水的直接原因 金融數據機構WIND發布的數據顯示 通過上海與香港之間建立的滬港湯計劃 中國股票在今年3月份流出了價值450億元人民幣的資本 國際金融協會亦證實 自2月下旬東歐爆發衝突以來 投資者設出中國的資產規模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 資本通過債券、股票等各種渠道增傷外途 這一局面引發業界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關注 美國南卡大學艾恆商學院市場學教授謝田對希望之聲說 現在要看外匯減少的趨勢會持續多久 是否會很快反彈 如果目前的態勢繼續 資金外途的趨勢對中國外匯的壓力會更大 他指出外匯儲備明顯減少的話 意味著短期內入口外國產品的時候 一些中共急切需要的晶片、醫藥產品等領域的貿易 會變得困難不得不壓縮入口的規模 像這樣的上海封城也會對中國的外貿進出口造成明顯影響 因為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外貿港口之一 現在的封城只會將港口的困境加劇 會影響到整個國際供應鏈的運作 由中國經濟學家坦言 北京政府有很多外匯資產放在外國 受到地緣因素影響 行業高度擔憂北京政府在未來遭遇和外國類似的制裁 推動了資本外流 南華早報引用北大金融學教授 麥克爾·佩蒂斯的話說 由於北京政府具有貿易順差 它的外匯大多數投資外國資產 而美債是最主要的選擇 報導也引用另一名經濟學家的話說 如果北京也受到類似俄羅斯的制裁 行業非常擔憂 北京的海外資產可能會歸零 前北京央行顧問王永利 之前發布文章表示 中國外匯全體大多數是以美元、歐元為主 很多存放在美、歐等國 這意味著如果受到制裁 北京的外匯全體安全會受到很大威脅 受防疫措施等多重因素影響 中國3月份服務業活動跌至近年低位 在4月6日財新3月份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跌至42 顯著低過50的擴展分水嶺 顯示出明顯的萎縮趨勢 財經經濟學家評論稱 受防疫等多重因素影響 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出現下跌 新訂單和出口需求也明顯下降 商業信深降到了19個月低位 在香港製造業、服務業和基建行業的 財新採購經理人指數同樣是42 低過2月份的42.9 出現了2022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受到防疫封鎖影響 大量就業人員無法及時抵達工作崗位 這亦對全球供應鏈造成顯著影響 行業數據顯示 今年3月份 未控制系統、內存晶片等半導體產品的交貨時間 出現平均2天的額外延期 總市場達到26.6週 這是由於中國多地封鎖降低了半導體製造商的產量 為了評估各國的封鎖程度 高盛創建了獨特的有效封鎖指數 這個指數顯示 3月份的中國封鎖指數 比2月份平均增加了十幾個點 達到近40點 與2020年的同期水平相約 在多重因素影響下 世界銀行在這星期下調了中國地區的增長預期 該機構東亞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 阿迪亞·馬圖說 疫情帶來的影響將會造成嚴峻打擊 這取決於防疫政策持續的時間 香港證券交易所公布首次公開招股IPO數據 顯示在今年第一季度 插資金額同比削減90% 已經跌出全球排名第五強 表現達到2013年以來的最差程度 行業擔憂 這個意味著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已經受到全面挑戰 根據港交所當局的說法 目前港交所的首次公開招股活動 從去年的排名全球第二 跌至今年的第六名 表現甚至落後於沙特證券交易所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聲表示 近幾個月的地緣政治環境 削減了港交所的交易量和IPO活動 並對香港市場造成嚴重打擊 業界擔憂 由於香港IPO活動排名跌至第六位 港交所對外界的吸引力可能已經下跌 在此之前 阿里、網易等多家知名中企頻繁採取 回港上市的做法 試圖抵消美股審查造成的影響 但由於港交所地位出現潛在下跌趨勢 中企獲得用資的渠道也遇到新挑戰 美國南卡大學市場學教授謝田 說給希望之聲知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實際上 近期一直在被動搖 疫情可能是原因之一 現在港府採取了中國大陸式的防疫政策 而對香港這樣的大都市來說 這樣的政策並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 他自出 港交所與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削弱 實際上至中共立國安法之後就開始了 由於北京越來越粗暴干涉香港的司法和立法 導致幾年之間香港的地位一直在下跌 現在幾乎沦為與內陸城市差不多的地位 所以這也是全世界都對香港未來感到擔心的原因 中共國營機構中量集團 在烏克蘭馬里烏波爾附近的一家關鍵工廠 以此受到襲擊出現損壞 根據彭博社消息 在今年3月上旬 中量集團位於馬里烏波爾的葵花紫亞炸廠 在俄羅斯軍方襲擊當地港口時遭到打擊 這家工廠的實際受損程度尚未清楚 但最近的衛星圖像顯示 工廠的主流疑似被擊中 與今年早前相比增加了幾個洞 主體結構和儲存庫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該設施附近出現幾個大洞 周邊房屋被毀 這家工廠是中量集團 在烏克蘭唯一一家大型工廠 在2012年建成 植物油的產能達到每天1,500噸 工廠還配備有接連出口碼頭的鐵路線路 目前工廠的所在地馬利烏波爾 仍處於戰火重圍中 俄軍連續多個星期以猛烈炮火攻擊當地 導致該地區的瞬息環境受到高度限制 俄軍連續多個星期以猛烈炮火襲擊當地 導致該地區的瞬息環境受到高度限制 外界難而得知當地的真實損失情況 俄烏兩國的戰局膠著不下 重創了烏克蘭的農作物出口 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升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在近期聲明中表示 俄羅斯軍隊似乎有已破壞烏克蘭農業部門 一些港口的穀物出口設施 和鋼鐵廠成為襲擊目標 在3月份 基庫附近的大型冷凍食品倉庫也被擊中 在2021年經濟學家業界曾普遍認為 國際經濟局面將會在接下的幾年內逐步好轉 但現在一樂觀的預期正逐漸消失 行業現在警告說 為此全球的經濟增長面臨極大挑戰 各國政府不得不面臨多重風險秉行的局面 預計在今年起 美聯儲會在短期內削減利率政策對抗通脹 此外昂貴的能源價格於北京政府的封鎖措施 都會對經濟增長造成障礙 經濟學人指出 美聯儲希望盡早達到2%的通脹目標 而目前的水平已接近8% 這可能會導致央行部門採取更緊急的政策調控措施 這星期美聯儲發布信號指出可能在下一次政策會議後 進行50個基點的加息 這損害了證券市場的投資預期 而歐洲的能源價格顯著上升問題 也正導致當地面臨嚴重的工業生產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物價水平也跟著明顯上升 這導致今年歐元區經濟整體變得更脆弱 同時北京政府在多地發起的防疫措施 也嚴重擾亂全球貿易與供應鏈 除了這些因素外 美國正要指出 現在大國之間爆發衝突的風險正明顯增加 對全球秩序造成威脅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尼 這個星期告訴國會 中共和俄國都有軍事能力 而且想要挑戰目前的全球秩序 這個導致大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在增加 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五個大樓在公開的2023年預算要求中指出 在明年 北京政府仍然將是美軍面臨的最大威脅 俄羅斯排在第二位 該機構指出 美軍應當增加在亞太地區的活動 以對抗北京不斷增加的影響 好 這一節的財經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下次再會